老北京都知道,安静门外西黄寺,他因为在顺治乾隆年间接待过西藏武士达赖,六士班禅,闻名于世 可是您也许不知道,在北京大兴的德寿寺也与这两位有关系 孙大人坎大兴,今天就跟您聊聊大兴的德寿寺 顺治九年,武士达赖喇嘛从西藏启程入京朝建 接建是以在南原狩猎时偶遇的方式开始的 但是顺治皇上刚刚亲政,正欲历经图治,以文教定天下,对佛教并不重信 从顺治十四年开始,他对佛教的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鄙视到赌信,甚至一度想要出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一个浪漫的冬天,顺治爷路过海徽寺的时候 被这里的红墙绿瓦,青松翠柏,烟幕营绕 终生悠扬的场景所吸引 再加上憨普姓聪和尚 诵经文法,溜须拍马,收买太监,亲礼辅导是样样精通 成为了顺治爷的人生之己 于是顺治就在于武士达赖喇嘛会见的地方兴建了德寿寺 德寿寺也就成了皇家寺院 寺院由前殿,中殿,后殿,禅堂,钟楼,里外院组成 牌楼上的匾额写着话通万物 毫不例外,这又是乾隆皇帝的首书 牌楼的顶是无垫顶,在中国各式各样的这个屋顶中等级最高 在古代也只有皇家才能拥有 德寿寺布局严整,错落有序 后来乾隆皇帝又在这里接见了六世班禅 并提师一首 昭提见百年,圣静压诸天 树谷龙舌交,谈高云雾连 诸方飘斥传,宝顶密祥烟 暂去空林咬,游文中庆传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文物是最好的见证 大兴德寿寺是武士达赖喇嘛 进京朝建顺治皇帝的第一站 是武士达赖六世班禅到诸芬 清新归命,维护祖国统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笠